与时相农会在台中驱农改场的协助之下 透过嫁接苗的方式解决投射五灯 丝瓜尾雕病的问题 经过一年的测试不但成效相当好 可以有效抗病虫害提高产量 今年农会也提供补助 并进一步来协助农民解决市重上的问题 昂年我们旧是品正有点比较複杂 比较複杂比较複杂 但是我们的旧小农在我们市场就不高 今年英语 比较複杂比较複杂 把人移超高 三梁 抵高 从在市场 把人接受我们的筛极 他继续把人移超高 对主要死者 他的患病啊 就是他的筛极也病 他的生病比较少 李市长表示去年在推动新品种成功后 不但成果封锁 整体业额也提升将近600万 对于农民的产量也有所改善 变到9万箱 然后整个整体营业额 整个丝瓜的营业额 2600万提升到了3200万 农民在收成上的金额 产量都有明显的一个改善 新议员先面我们表示 相当感谢农会对于农民的照顾 不但协助解决尾雕病的问题 也透过与农改厂合作 推出新品种丝瓜苗 提升农民的收入 一日乡农会 今天花放丝瓜 就是采贵的种苗 从今去年来吃到 我们老师采贵的人 一定厚厚到价值 今年农会 特别全面性的 发放丝瓜的种苗 丝瓜去年听说 收入对以前的2600万 今年增加600万 变3200万 大丰收 大收入就对了 农会的举策 对农民 定义一个福利就对了 投射丝瓜不但商量有名 也非常好吃 相信在农会协助之下 不但能够提升农民的产量 也能够解决病虫害的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 记者邱平易 于此采访报导 果然 我 请 각 大